我們今天都在關注的國會這個表決 國會改革無法當中包含了 立願吊藏權還有藐視國會罪 事實上我們剛才廣告之後 大家來賓也都在討論說 其實我們最怕的是 我們就算不去中港澳 可是我們去第三地 也有可能因為這個奇怪的法 所以我們台灣人也會面臨到一些 困境跟窘境 這邊想問一下佳玲 這個其實可能是 這個全世界中國在全世界這兩年來 都在做的事情 我們台灣現在也自圍嗎 我們要怎麼樣來注意嗎 我想這個討論到這個名嘴受懲戒 其實你看之前蕭美琴也受這個制裁 那我們回到原始的核心是 本來你以為說你主張台獨 對中國來講你是分裂我們國家 所以你才會被貼標籤 可是我們看看另外兩個 我們剛剛在講劉寶傑跟黃世聰 他們是在講中國經濟的現狀 甚至引用中國官方媒體的數字 甚至中國也拍了一個紀錄片 就是說這個從很遠來打工的悲苦 後來這個影片被下架 他引用都是百分之百中國的新聞報導 而且再換個方式講 我們台灣又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要制裁我什麼 制裁我不能跳十六噸 不能唱歌 不能唱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是你要制裁我這樣子嗎 是這樣子嗎 沒有意義嘛 所以才會大家說 你越制裁我我受視率越高 你越制裁我我就像劉寶傑一樣 出大事了 我怕死了 我要怎麼辦 我告訴你 你是沒有用的 它反而突顯了中國的蠻特武林 讓世界各國來看笑話而已 說我們加油吧 加油吧